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刚刚对中国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访问 尽管他没有跟在同一星期访问北京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会面 讨论中东和平进程 但是在提升中以两国经贸关系方面 以色列显然收获不俗 在上星期三举行的一次签约仪式上 两国就多项技术合作 达成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商业合同 内塔尼亚胡总理坦然的说 以色列有的是高科技 渴望的是中国的巨大市场 中国是世界经济强国 以色列是世界技术强国 我们的技术涉及各个领域 包括食品 能源 水 医药 但是我们的技术需要与经济规模接轨 如果我们把以色列的技术与中国的经济规模 结合起来 做好市场推广的话 那么潜力是无限的 以色列有意向中国大量出售高科技的姿态 很快获得了政治上的回报 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往中国访问时 以色列具信向叙利亚境内目标 实施了空中打击 在回应有关事件的时候 一向支持阿拉伯国家立场的中国政府 没有点名批评以色列 外交部发言人称叙利亚的领土主权 应当获得尊重 以色列与中国签署大宗科技转让合同 显然引起了华盛顿的注意 在签约的同一天 在内塔尼亚胡仍然在北京访问的时候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他通了电话 白宫在一份简报中说 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地区安全问题 与中东和平进程 双方同意继续就范围广泛的安全问题密切合作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表示 不会就这次通话提供更多的细节 在过去20年中 以色列曾多次向中国提供敏感的军事技术 其中有些技术来自美国 据信这些技术已经帮助中国 研发先进的战斗机和导弹系统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 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人约翰·弗莱明 对美国之音说 任何将军事技术转售给中国的行为 都会令他关注 我总是担心把任何形式的技术转让给中国 我们总是想确保这些技术不是意外地被转让 确保技术不被中国或其他国家通过网络攻击的方式窃取 我们需要对此保持警惕 以色列是美国关系最密切的盟国之一 在以色列曾经被指责向中国出售军事技术的事件之后 美伊两国加强了在这一事务上的沟通和咨询机制 近些年来显有更多此类事件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另一名成员 乔治亚州民主党人亨利·约翰逊相信 奥巴马总统与内塔尼亚湖总理 在军事技术出口问题上有良好的沟通 以色列不会做出任何有损美国安全的事情 对此我有信心 中国一直在大力推进军事现代化 美国国防部上星期一5月6号发表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说 中国依赖引进外国军事技术 进口军民两用技术和自身的研发能力提升军事现代化 报告说中国国有企业通过跟外国公司达成技术转让合同等方式 将敏感的军事技术传递给军方 中国还利用一个庞大的网络非法收集军事情报 北京否认华盛顿的指责 称中国发展军事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地区和平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